二十一號早上八點 賽下族人陸續扛著木材 郭婆豫以及郭婉瓢盆 為了預備今年北群八十大祭典中的最後一個階段 巴巴歐薩河邊送林一事 睽違兩年 賽下族人再次來到上平溪中上游地帶 也就是賽下族人口中所相傳 當年達愛曾經居住過的山洞河谷對岸 每個氏族就會群聚而坐 開始烹煮食材 而今年的豬家總主祭 各姓氏爐主以及南群賽下族代表 就會進行Homa Bus 帶領族人面向東方線上祭品 祭告古古達愛 同時也象徵著這是族人即將要送古古達愛 回家之前的最後一餐 我們的族人 不會因為昨天的這個送禮的結束 我們還是一樣大家在這個地方 大家聚在一起跟這個古古的一餐 我們希望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能夠表現出我們賽下族的一個團結 一心的這個精神 希望我們的這個精神 在古古古的這個引導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永永遠的能夠團結在一起 我今天過來 也帶來一個孫子 孫女 孫女子來第二次了 送古古回來 那麼孫子已經來第四次 五次了 那未來我走不動 我孫子要帶了 要帶過來 把那個古古也要把他送回來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文化涵蓋在裡面 我們的習俗 也就是我們的先祖先 跟古古達愛也有約束過的 所以我們要一直把他傳下去 不能給他斷掉就對了 在我的心裡想法就是這樣子 兩年一度的北群賽下族巴士達愛祭典 從17號開始 經過迎鈴 漁林到宋林 每位賽下族人抱著戒慎的心情 旅行和古古達愛的約定 而今年巴士達愛在落幕之前 族人除了歡樂的在河邊 與古古達愛共餐 也跟各氏族一起同樂 也展現出要把古古達愛送回家的依依不捨 而前方的吹煙緩緩地吹向東方 族人表示這代表著古古達愛回家了 河溝也不能夠再有人停留 而賽下族人紛紛收起用餐後的行囊 也就表示今年北群巴士達愛正式圓滿落幕 而兩年後的這個時候 賽下族人將會再回到這裡 延續著過去以來古古達愛的巡迴 這個好像給那個 好像是躺在那兒的女人這樣 哈哈哈哈 原視新聞節目 小麥 早老 新竹午風 採訪報道